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如果沒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你的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我們個讚 就可以在Facebook看見我們的最新資訊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這次要帶大家來到佛山信德這一邊 看一個相當之奇葩的項目 這個項目怎樣奇葩法呢 我相信就算你對佛山柳或者順德柳完全沒有興趣的人 你都會有興趣了解一下這個項目 因為本身這個地塊 說上年9月的時候投地是15500元 是整個區域裡面也算得上是一個地王的地塊 這個項目就是位置於陳村的新希望月龍灣 開發商就是來自於四川的新希望集團 今年6月開盤的時候叫到去3萬元一方 但他就算是相當不幸運了 6月份開盤 無久大家都知道了 恆大事件也有很多相關的負面消息 包括深圳的二手成交大減等等 令到他在第一波的消程肯定是一般的 去到現在最新的情況就是 3萬元單價他不買那麼貴 一劈劈劈了一萬元下來 現時說是一萬八千元左右已經可以入場了 有機會發展商是見 既然你買得貴的第一波 基本上是沒有人去撐 但是如果你一劈劈到這麼誇張 也可以當是幫自己留本宣傳 可能他也期待著 第一波這麼便宜的價錢賣完之後 第二第三波的銷售情況 會比之前你想 可以逐步調整價錢 否則的話大概18000甚至20000也好 如果單單以他拿地的價錢 15500去計算 再計算建築成本等等的相關成本費用 現時18000也好 20000也好 基本上都是買一套是一套 早前經常有觀眾提到我們 就算有些中山盤 說扔到一萬頭等等的價錢也好 他的成本可能都是說七八千左右而已 暗示說應該發展商在這個時間 就要成本加買樓 不賺錢等等 這個盤就正如好像珠海那邊的 亞居樂國際花園那樣 拿地的價錢是貴了的 現時是等於是蝕住賣 即是低於成本價 那如果是這樣的產品 不知道觀眾們會不會覺得是值得考慮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低不低於成本價 或者他賺了多少 未必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因應市況 你認為是當時值什麼價錢而已 就等於你買股票那樣 如果那個人是用很低的價錢買入 你接他售的 難道你覺得真的很虧 又或者股價跌下來 你是一個虧錢的持有者手上買入他的股票 難道就會覺得值得嗎 那一會兒你聽現場銷售介紹的時候 他仍然會提及價錢是23000到27000左右 因為當時還沒有這一口的大劈價 我們拍攝完之後 在昨天的時間才收到這個劈價的消息 那也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真真正正知道 之前他還買了什麼價錢之餘 這件事的劈價是劈得有多深 這個項目之所以我稱它為奇巴 除了剛才提到的大劈價之外 除了剛才提到的高價拿地 和大劈價這個行為之外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關於這個項目 在附近有一個山坡 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有傳聞 就說那個山坡上面是充滿了山墳等等 甚至乎那裡有座寺廟 可能被說為陰牆等等的相關傳聞 就著上面的傳聞 我們Loman真的有個求證 至於結果是怎樣呢 我在影片的後段才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我們先跟Loman進去看看這個樓盤 劈得這麼厲害了 到底這些產品是否吸引呢 是的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 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的道路上 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 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戶型的優缺點 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 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等等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 以及將來的收留 及協助辦理各項證件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和跟進 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現時我們在港島的銅鑼灣 以及九龍的旺角 都有兩間實體的墨店 歡迎你隨時上來查詢各項大灣區置業的資訊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 曾得最理想的安樂窩 以至是投資物業 熱切期待你的到訪 以及資訊任何關於灣區置業的問題 來到佛山信德這邊 看一個項目新希望的越龍灣 我身邊有內場的銷售代表許小姐 許小姐可否介紹你們發展商的實力 好 簡單來介紹一下 我們新希望最早初創1982年 而且是中國最早的名營企業 經過四十多年全球發展 它連續十八年名列中國名營企業 我們一個五百強 而且被譽為中國一個長生樹 新希望不單止在中國有業務 它在全球鋪遍了五大洲 業務是全球鋪遍了三十多個國家 加上旗下公司是六百多間 A股上市公司是目前有七間 七間 啊 很多 而且2020年的銷售是達到2100.1元 我們這邊是做一個實業 它的資金產業鏈是非常紅厚的 不像其他一些比較高負債 是的 目前新希望 即是你們本業是做農務的 做農務的 不是做房地產的 是做戶業的 明白 而且我們新希望的地產 它是成立於1998年 都是二十多年 是的 都是八大產業之一 而且它不單止做住宅 還有酒店、寫字樓、公寓和大人中合體 加上自己的物業 自己的新希望的物業 都是有二十四小時的監管 還有提供免費上門服務等等 加上在2020年的一個房地產銷售 是達到一千個月 對 過千億 現在過千億的房地產規模 就應該是入到頭二十萬 頭三十萬的好處 是的 沒錯 它在副業當中可以做到千億 目前中國只有兩個 一個是美的 一個是新希望 是的 加上新希望的 它堅持在新一線和強烈線 去深深發展 打造成百個精品項目 之前的重點是成都 是的 成都 加上是長三角那一帶 其實粵港澳大灣區這邊有甚麼項目呢 我們在大梁有一個是感官半島 有一個是金沙洲 金沙洲 金沙洲就是我的金沙府 還有我們的金沙公公 那這裏就是你們的第四個項目 是的 沒錯 OK OK 而且新希望它現在形成了幾大系列 天系、錦寧校、錦官和錦月 天系的話就在成都最出名 整個中國最高的一個住宅樓 就是一個新希望D10天府 在甚麼天府新城那邊 就是 沒錯 市中心那邊 市中心那邊 可以上網搜尋 好 那靈系的話就在蘇州的地帶 蘇州那邊 打造的是四合院 別墅類的 那觀體的話它是針對有山有水的一個位置 去打造一個公改營 那這裏就是 那越系呢 就是針對一個地段 去打造一個現代的一個簡約式 打造的 那我們這個月隆灣 是一個月系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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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品牌系列 沒錯 那介紹完整個品牌之後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整個區位狀況呢 好 這邊 這邊 簡單跟你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位置的話 是位於三龍灣最核心位置 都是港佛同船第一樓樓口 而且的話 它投資品牌是最熱的 因為我們這邊 擁有了它一個交通路網 是非常之方便的 今年年底我們自己家門口 或者有300米的一個港佛環線 今年年底通 我通了之後 我一站到廣州南站 到了廣州南站 我就可以全國各地去通行 包括的話 可以坐高鐵去香港那方面 澳門等等 這些是非常之方便的 而且四站是到爬州 五站到天河金融城 重點的話 就是今年年底 還有一條是七號線是通了的 七號線它是雙城的一個交通路網 它都是無縫連接到廣州南站 漢溪長廊和一個黃埔地段 除了這個現有 我們還有一個K6公交車 就是可以直接通達 是目前現有的 可以直達廣州南站 所以的話 你出行都是非常之方便 重點的話 還有我們一個生活配套 我們樓下一站式的食、玩、娛樂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家門口 有一個萬達廣場的 目前的話 已經進駐了 但是沒有開業的 預計的話 是2023年和2024年的話 是我們會開業 開業之後 我們這邊的生活配套 是非常之齊全 現有我們的順連廣場 1.6公里 是華陽萬家 這些全部都是現有的 那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的商業品塊 那除了之外 我們一個醫療配套 1.4公里的一個陳村醫院 如果有頭人感冒 就可以去 都是非常之方便的 行爐都可以去得到的 那除了之外 我們的教育配套 就是門口 就有我們政府 重點打造的 4個億 去打造一個公立學校 48個班的 它是8月2日已經招標的了 那北邊的話 就是一個九年一貫制的學校 和我們一個中學 全部都區畫當中 那這邊的話 我們的一個生活配套 除了之外 我們還有3公里 圍繞著3公園 打造的一個生活的一個 環境是非常之舒適 那這邊的話大概是一個 OK 我想問問 是 一站到廣州南 這裏去到廣州南 大概如果是用時要多久 要乘這裏地鐵 如果乘地鐵的話 是大概要去到10分鐘左右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開車的話 我剛才不記得跟你說了 如果目前開車 我們海華和海宜 已經通了 去廣州南站8公里 你大概開車的話 就是15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達了 是非常之近 最重要還是有一個 是潘灣大橋 我們規劃當中 以後自己家門口行五路 接駁潘灣大橋 去廣州南站4公里 4公里 4公里的話 如果是開車的話 就是幾分鐘的事情 就是直接過去 是非常之近 是啊 即是如果這條線通了 我們在廣州南 廣州南轉到廣深港客運 就回到西九龍 沒錯 是啊 可以回到西九龍那邊 這條線這樣走的話 預計應該一個小時以內 是沒錯 一個小時就完成了 因為我們這邊的南站 如果你現在開車也好 都是比較近 如果你坐地鐵 如果你這邊坐的廣闊環線 就是大概幾分鐘的路程 是 自己家門口下站 直接去幾分鐘就完成 OK 是啊 大致上都很清楚 是 轉看看沙盤 好 和你介紹一下我們的小區區域 我們現在目前所在的位置 在這邊 整個沙盤是分為上北 下南左西右東 整個河目佔地是4萬方 建築面積是16萬方 我們現在目前的話 是現代化的一個簡約式打造 中間的話有一個大中庭 裡面我們有游泳池 雙泳池的 而且我們有回所 裡面有巴桌 健身房 是啊 就是這邊的 我們的話 加上有餐廳 餐廳可以以後開派對 等等這些東西 加上我們這邊 十三棟樓下的話 未來的話就有一個健身區 加上這邊有一個合會廳 而且老人娛樂區 這些的話日常所需 我們歸有 我們都有 很少見 在小區裡面有個餐廳 是啊 沒錯 這裡的話就是非常舒適 比如小朋友 你們自己生日 就可以在這裡搞派對 明白 而且說我們這邊 整個小區 現在目前 7月30日開盤是11棟 現在就差不多清晰了 現在重點的話 就是賣我們19棟 19棟的話面積是有88方 和103方 那它是兩梯六戶 總層那是25層 那它的價錢的話 大概是23,000到27,000 23,000到27,000 那是不是應該南向就貴一些 貴一些 北向就貴一些 沒錯 沒錯 好奇 但是19棟有沒有說 後期會再開哪一棟 我們這邊的話 我準備要加推 我們下個月初的話 會加推18棟 18座左右 18座的話 它有88 和101 和126方 是啊 是啊 那那個積其實和19棟應該是差 是啊 沒錯 它就是一邊的話 就大了126方 哦 OK 126方就去到4房了 嗯 沒錯 大4房 非常高的 OK 加上自己家門口 就有一萬方的市政公園 市政公園 你這個是 就是小區入面 還是小區外面 小區外面的貝道 沒錯 那這邊的話 是政府要求 開發商對見 是 是 加上重點的話 還有我們有一個是 寵物樂園 因為現在年輕人 年輕人比較喜歡養寵物 所以它全部都坐開的 所以生活環境的話 非常舒適 是 有沒有說那個門口 其實在什麼日後 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整個小區是人車分流 它正大門口在西邊的 正大門口 我們是南西北七角一個 我們現在現有的售樓部不會拆 是直接做回我們的一個物業 二樓是造物業用房 一樓的話 這裡的一個空間 是造回一個娛樂空間 是的 我們南邊都是一個出入口 西邊 還有我們的一個北邊 車的話是我們的一個西邊 還有北邊 還有東邊的一個出入口 好 即是下面負一層 全部是車位 車位 車位比例是怎樣 車位比例是1比0.71 高夠 但是我們沒有加上人房 還有一個樓天 是的 好 我看到在西門那邊 外面都好像有些商店 是 沒錯 我們是一個臨街商店 臨街商店 我們這邊臨街商店 到時候20cc一邊 我們正正的西出 那條馬路就是 這邊就是曼達 即是 我總之在西門 一出去 出去 就是曼達廣場 沒錯 超級方便 這邊過來跟你介紹 非常方便 就在我們門口 一出去 這裡就是曼達 是的 這個算寬門 寬門 寬門設計 而且它圓林做得非常好 就是我們 它的一個圓林 它是高低不平的 所以它的設計非常好 而且它是一個警場設計 是的 總之就是這個西門主門 沒錯 一過去對面 就已經慢了 過條馬路就看了 是的 加上地鐵站就在這邊 300米 300米 直接過去自己家 OK 應該走過去 5分鐘左右就已經到 是的 很近的 明白 那看回整個小區 有沒有說 總共有多少火 多少棟 我們整個有9棟 只有9棟 那小區的話 總共1,272戶 現在說我們幾乎買了 差不多150套 一棟 現在就是加推在這邊 這邊的話 管理費 就是我們自己物業 新希望自己物業 它這邊的話 就是2.7元 2.7元 是的 好 那就大概對整個沙盤 情況有所了解 你們有沒有陽板房 可以再介紹一下 好的 OK 現在來到11棟的陽板房 看一個88方三方兩廳兩位設計的 可以看一看那個樣板 那個護形圖 你看這個護形圖 是2加1護形 是的 2加1 因為我們買一半送一半 買一半送一半 是的 好 進來 這邊的話 一進來的話 是一個非禮婆交付標準 四合一 可以刷卡 可以密碼 可以指紋 可以鎖匙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交流標準 其實你這個品牌 我之前有研究過 是的 那時候買無闢房 自己搞裝修 都有看過這個品牌的版本 是的 加上我們這邊的旋關位 這個全部都是交付的 交付標準 沒錯 所以這邊就是我們的交付標準 細節的話 都是做得比較好 放鞋子 還有女生 都是非常之熱的 因為我看過很多護形圖 通常這邊 門口的右手邊 通常就八長 就算數 沒有像做這麼大的鞋櫃 而且一進去的話 就是我們的一個左手邊 是我們的一個除房 除房的話 三件套全部交付的 有沒有說什麼品牌 我們是方太 哦 用方太品牌 是的 方太 加上我們大單盤 而且八十八方來說 我們有雙線窗的通風採群 非常之好 加上我們到時候 我們有一個是洗碗機 洗碗機 還有消毒碗櫃一體化 因為現在年輕人比較喜歡 加上我們這邊有一個涼霸 涼霸的話 就是夏天煮飯熱的話 就可以直接抽風 然後這裡有冰箱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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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方便 另外這裡有門 沒錯 是拖拉門的 除房門 而且我們這邊是正南邊 開間是做到三米五 三米五 對 三米五摺而長 大概是三米一左右 而且它的通風採群是非常之好 加上我們可以延伸到這邊 我想問一下交付標準 這是白色的乳膠漆 全部都是白色乳膠漆 沒錯 背景場有沒有呢 沒有 也是白色乳膠漆 上面燈槽也有 沒錯 就是這些 好 看一下主人桌 來 這邊 主人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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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正南邊 正南邊 在這裡可以看到我們的地鐵口 看到地鐵口 地鐵口就是那個 托人玻璃那裡 對 很近 沒錯 這邊隔離的就是曼達 隔離的就是曼達 沒錯 這裡就是曼達 非常之近 我現在在十一棟 大家要記得這裡是十一座 我就賣光了 沒有了 但不要緊隔離有十九座 又或者是十一棟後面是十二座 之後亦都會開盤 沒錯 真的很方便 看到一個站 沒錯 未來這裡就是一個學校位 學校空的 這邊是學校公園 沒錯 沒錯 好 好 這個主人櫃位 我們主人櫃位 我們主人櫃位 是到三米五 四五米半 而且是買一半送一半 買一半送一半 到時候可不可以封一下 可以的 透明玻璃 即是向物業申請 沒錯 OK 看一看廚房 看一看洗手間 洗手間 我們洗手間 現在細節化做得非常之好 好像我們這邊的一個 全部收納櫃 全部是膠錶 即是兩邊鏡頭都包 沒錯 對於女生非常之好 因為可以放很多面膜 加上這些是人造石 和科立的水龍頭 因為上面的鏡位 有些開發箱 沒錯 一面 我們全部都有 加上我們這邊有一個 即是一件布景器 發生甚麼事 我們第一時間會在物業那裡 加上細節化 這裡可以直接放紙巾 和手機 這些就是一個細節化 加上我們頭頂這邊 有一個是涼霸的 例如我們冬天可以直接開暖氣 夏天可以開秋風 而且我們這邊是三線門 以前是兩線門 這裏闊了 加上在港佛這裏來講 目前只有兩個小區 可以做凹凸床 直接可以讓你放洗液 和沐浴露等等 所以現在我說這些細節是做得非常之好 OK 好 清楚 這樣洗手間旁邊 旁邊 這裏就是一個陽台改造 當時交扣 交扣標準的時候 只有這裏沒有那個窗 直接是做米二高的一個欄杆 即是當時我要自己封 沒錯自己加槍 可以了 地板方面 地板是一樣 木地板 即是交扣你會幫我鋪完 沒錯 我自己不需要再鋪了 沒錯 門也會有 門有 有有有 那算是房門還是陽台門 可能是陽台門 陽台門 是的 好清楚 然後 這個是似和 都是我們的 大一點 大一點 因為這邊的飄窗 全部都是直送 兩米八成三米的空間 都有90尺 沒錯 那你上面是用了一點飄窗 沒錯 好 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 88就帶主套 沒有的了 剛才和你們說的交付全部都有的 是的 那有沒有智林馬桶 你這個主人 這邊沒有 是的 因為有些開發箱就升級了 沒錯 沒錯 加上我們主人房 這邊的話 都是七字型的大飄窗 現在目前的話 全部有中高端樓 本才會做七字型的大飄窗 而且我們這個南邊 是三開間是向南的 是的 181度 你這個方向是剛才說的 正南邊 對 沒錯 三開間正南 好 那就大概對你的戶型也有所了解 好 亦都問一些實際問題 好 那88坪我想了解賣什麼總價 總價大概238萬左右 238 但是你現在在售是有些 有北方 大概 大約是212萬左右 差了20萬左右 差10萬到15萬 10至15萬 就是要看客戶的需求 沒錯 自己喜歡向北還是南 沒錯 OK 另外 好 大致上了解 除了這個88坪 還有其他戶 還有一個78 還有78 那我們去看看 先看看 OK 現在是一個78坪的2加1戶型 是一個三房 算是可以改造三房 是的 一圍設計 沒錯 那算是你們整個樓盤最小的 最小的 最小的 好 然後這個大約也是一個膠 這個大約也是我們 非禮堡的膠標 四合一的電子鎖 可以拆架 可以紙紋 然後左手邊的鞋櫃 左手邊的鞋櫃 一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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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兩米六 這個就是六米四 這個兩米四 稍微小了一點 小了一點 但是這個鞋櫃 沒錯 不錯 加上廚房這邊 廚房這邊 三件套 都是方太的 加上我們的小碗機 而且我們的一個大單盤 加上我們的一個樑霸 全部都是膠標的 我感覺上 你這裏特別闊 沒錯 這個是可以 特別闊的 在正常的樓盤來說 它要去到八十幾 九十方才有這麼大的鞋房 我們七十八個鞋房 是算很大的 加上我們這裏的開間 是做到三米三的 是 它看著正宗的大圓林 大圓林 沒錯 101米寬的 在留著它 這個七十八方 因為火數不是很多 十一棟都能賣七十八八 剛才介紹的時候 是 所以要看你們後期 會不會有機會加推 是 如果有的話 就可以了 如果沒有的話 就可能要買八十八 是 沒錯 而且我們這邊 就是 到我們的一個次和 次和都是看著 我們整個中族圓林 是非常之 景觀非常之美的 是的 景觀這裏是一級好 因為它的圓林打造 包括洗澡間這邊 都是我們一個人造石 和火立的一個水龍頭 加上我們這些的話 船關位全部都是我們交付 是的 收納櫃全部都是交付的 包括我們這邊的話 細節的話 可以做到我們這邊 都是放紙巾 還有我們的手機 加上有一個是我們的一個報警器 一件報警器 加上這邊是三開門 之前是兩開門的 這些的話是我們的 可以放回我們的 現在很多都升級了三三段 是的 加上這邊有涼霸的 這些全部都是交付 看看最小的那個 這個最小的房子 就是買一半送一半的 它的面積段是六點二三方 它是屬於贈送三個房 所以它這個可以做衣帽間 或者是寶寶房 有個問題想問 你到時候這裡是 剛才你說的布件是陽台 這個會不會有床 沒有 到時候我們就直接 一個咪二高的一個欄杆 對 咪二高的欄杆 要自己加裝一個窗 你預計加裝這個窗 費用貴嗎 大概兩三千 因為我自己家裡有家中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接受這個二三千 而且這個主人房 主人房都是做著七字型的大飄窗 它是看著我們整個小區的圓林 景觀都是非常之好的 是的 這些的話使用率就很高 現實也要問一下 這些78方的三房都會為設計 賣總價有什麼價錢 大概兩百萬左右 兩百到兩百一十萬 有沒有可能低於二百萬 即是一字頭 這些價錢 一字頭就 有沒有一些特價單 如果你說二三樓可能就有 二三樓都可以 但是賣光 賣光 不過有一套二樓 有一套二樓 最低是二樓 198萬左右 198萬左右 即是最便宜 最便宜那一套 預算起碼要二百萬 沒錯 但是也很現實 這裡始終近地鐵站 剛才大家看到地鐵站 看到有萬達廣場商場配套 室內也有游泳池 健身房間都有 健身房間都有 所以二百萬 入場費是基本的 沒錯 對 那就是許小姐 除了這個78方 還有沒有大小小便宜 有一個103方 還有一些大單位 四房 我們再看看大單位 103方 3加1戶型 可以做到四間房 兩廳兩位設計 是一個環廳戶型 剛才介紹過其他小單位 膠樓標準 這些門 大門 右手邊的鞋櫃位 儲物空間 這些全部都包了 但是我看這個位置 剛才有小一點 小了 沒錯 可能只有兩米 沒錯 這個小了 剛才就去到最大 兩米六 兩米四 沒錯 這裡就兩米 然後鏡頭的左手邊 也有一個公共的衛生間 也是標配 都是膠樓標準 也是膠樓標準 沒錯 鏡頭就看一看 另外 鏡頭一出來 左手邊也有一個最小的房間 這個房間就算是贈送空間 部件的時候是陽台 我當時也要封一封窗 沒錯 而且這裡的廳 開間要達到六米 六米的開間 非常舒適 可以做回我們的一個 正看著南邊 看著我們公園 以及我們景觀性也非常好 南邊 所以這些的話 就是我們一個橫廳設計的 比較興奮的 廚房當然 廚房可能更加好 因為我們103 可以做這麼大的廚房 一般其他樓盤 要去到103 104才可以做到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它可以放雙門冰箱 雙門冰箱 雙門冰箱 冰箱和雪櫃位 都特別大 沒錯 對 加上剛才提到的 全部都是交付標準 交付標準 對 這裡有一個飄窗位 這個餐廳位 沒錯 有一個衝風效果 沒錯 南北對流 看看主潤桌 主潤桌 我們是做到四米四 四米五 而且以後未來 直接看樓下就是一個公園 這裡就 現在在售中 十九座 十九棟前面 都是空曠的 沒錯 沒有東西遮住你 就看回市政公園 發展商自己擴建 沒錯 另外 向南 沒有東西遮住你 將來有沒有說 南面這塊土地是甚麼 做回學校 做回學校 有沒有是小學還是中學 小學 加上後面有兩個 一個住宅用地 那個塔有沒有甚麼名堂 那個是屬於一個墓園 墓園 這邊的話 到時候會見到住宅樓 就會遮住 沒錯 好 明白 我們先看看其他房間 好的 房間 房間 是否北向呢 北邊 望圓林的 望圓林景 沒錯 望圓綠花的 這些房間 都是做到九個房間 而且是放米半床 還有我們六十呎的一個大衣櫃 非常之方便 這些使用樓是比較小小的 小小的 可能要到這邊 沒錯 但也夠位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因為你只可以放一個床頭櫃 床頭櫃 不需要太多 這個床頭櫃是特別大 是 應該六七十公分 沒錯 正常三四十公分 就可以 這邊足夠位置 完全足夠位置 非常之方便 加上房間的床頭櫃 完全夠用 好 主人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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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大了 十三個房間 而且我們是有七字型的大飄窗 景觀性是非常之好的 加上的話 這邊可以直接做我們七字型的衣櫃 衣櫃 或者現在這個一排式 沒錯 一排式都可以 加上我們這邊的洗手間 但洗手間也是我們統一剛才的一個交流標準 還有我們的人造石 還有科納 這些交付 看完這個一八零三方 四房 算是四間房 總價有什麼價錢 總價大概兩百六十三萬到兩百八十四萬 兩百六十三到兩百八十四萬 有沒有什麼分別呢 主要高樓會貴一點 低樓層便便便少 即是二八七 我當你的中間價 那便可以買到一個四房 沒錯 二八七十即是港幣 三百五十萬便便可以買到 是的 那便是千二呎 見面千二呎 還有我剛才很刻意去計算 你們的實用率 算是頗高的 頗高 我們九成多 因為我們單單我們合同的位置 這雙一百零三 我們套內就有八十三點多 套內即是你們交標是八十三點多 沒錯 加上我們贈送有十六點二三個房 因為我自己有計算過 超過九百尺 沒錯 超過九百尺的空間 那便是三百五十萬港幣 是的 買個地鐵站旁邊 沒錯 現在不考慮等何時呢 沒錯 還有現在地鐵是即將開通 今年年底 今年年底 現在便是十一月 十一月便便 你們收樓便是兩年後 沒錯 即是收樓便我肯定保證 沒錯 沒錯 坐地鐵 坐高鐵 坐完高鐵去到廣州南站 轉地鐵過來 沒錯 兩個站便到了 沒錯 十分鐘內 我連高鐵時間 四十五分鐘 九個字 大家如果你在西九龍 上車 坐高鐵 過來這個樓盤 一個小時內 都肯定到 沒錯 廢用也便宜 對 算是低Y地區 陳村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不妨考慮這個 新希望的樓盤 對 好嗎 拜拜 好 我們再來用第一身的視角 再看一次這款 C戶型 103方 三房兩位的示範單位 不過我不會按著畫面 去解說這個單位 因為我首先要解答 剛才是片頭裡面提過的 這個盤 傳聞附近有個山坡 山坡上面 除了有山墳之餘 上面的寺廟 都可能是一個 音場等等的說法 其實羅文是有查證過的 並不是一些傳聞所說 說上面是山墳 只不過是純粹一座寺廟 有供奉的神仙 知名的大仙 八仙過海裡的呂洞斌 現場的銷售都說 不知道為什麼 有哪裏吹了這個傳聞出來 可能是一些 不是在這個位置裡面 但又屬於這個項目的 競爭對手之類 反正那個山墳的說法 就不是事實來的 其實現在呢 在這個露台裡面 都會看到 剛才所說的那個山坡 另外呢 關於這個發展商 和這個地段 我都還有兩句想說說 首先說說這個發展商 新希望集團 其實第一次看到這個發展商 開發的樓盤 我是在成都那邊 即是四川 其實剛才大家有聽到 發展商介紹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 新希望集團 其實是來自於四川的一家民企 本身就是做農業起家 千萬不要想到農業是很落後的東西 現時是說奶類製品等等 相關很多科技上融合的東西 都是在說農業的相關產業 所以新希望集團 透過農業起家 跟著發展金融 然後就接觸房地產市場 當然來到佛山這邊 這次就真的有少少消鬆的感覺 因為高價投地 現在他正在賣的這個價錢 基本上都是要虧著賣的 但是你說這個項目上年九月 用一萬五千多元買入 算不算過份呢 我坦白說真的不覺得過份 因為在說陳村站 就在你的旁邊 然後一個站可以到廣州南站 相當之具有吸引力 另外關於陳村 題外話地說兩句 本身陳村是屬於 在廣東地區裡面 種花位的產業相當強盛 被稱為嶺南花位的第一鎮 還有一些長輩們會有些說法 就說陳村人是出名沙塵 當然我不會去求證 也都未必會認同 只不過是純粹長輩有這句話 不過在查陳村的資料的時候 也都有一句揭後語 就說陳村人洗腳就不抹腳 似乎他們都幾賺到錢 以及是幾喜歡洗錢 如果大家有印象 20年前 即是回歸那一年 阿彈有一套電視劇 就叫做《香港人在廣州》 當時 麗耀祥也飾演一個 來到廣州做事的內地人 他本身就是陳村人 是種花的 的確他的角色演繹上 是有些沙塵的 不過如果真的 剛好有陳村人 在看這條片 我就沒有意思 要帶有些貶義 希望不要誤會 若然你對陳村這個地方 本身也有聽到不同的消息 看法等等 也都歡迎留言跟大家說說 不知道你對這個 劈加劈得很厲害的 新希望月龍灣 敢不敢興趣 若然覺得他劈得那麼厲害 又在地位站旁邊 是吸引的 歡迎聯絡我們 拿些資料 又或者覺得這條影片 都介紹得不錯 可以給個讚我們 以及轉發給你身邊的朋友 今集的內容 就到這裡 下條影片再見 大家好 我們自家兄弟的銅鑼灣新店 已經正式開幕了 歡迎各位觀眾和客戶 隨時上來 了解大灣區樓盤的資訊 又或者可以預約我們看樓 大家記得了 銅鑼灣站的C出口 出口 出口之後就跟著我們走 這裡就是寫字路路口 我們就是2304 23樓出來 左手邊 就可以看到我們自家兄弟的滿店 銅鑼灣廣場二期 是有自設的車庫 大家若然是開車的話 來到諾黑道就可以找到停車場入口 當然除了銅鑼灣店之外 如果你覺得方便到你的 旺角店這一邊 地鐵站出來 也是相當之快 就可以過到胡舍新行 這棟大廈 在八樓出了升降機後 802和8037 就是我們自家兄弟的旺角總店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